这次火卫1的影像是由环绕器上有效载和高分相机的小面震探测器获取的 这次的拍摄是环绕器在已经完成了对火星全球中分辨率摇杆影像获取的既定科学物妖任务基础上实施了一次重要的扩展任务 这次利用环绕器高分相机拍摄火卫1验证了利用环绕器自身的控制能力 在满足光照通讯能源的约束条件下实施计划外科学观测是可行的